《珠子清》的散文一直是如此细腻 捕捉着人们心头那小小的 甚至转瞬而逝的感动 读他的散文永远也读不厌 那美丽的独一无二的句子 那在字里行间流淌的浓情 让你每次品读都有新的发现 新的读书 他的背影给王富等 更被称为天地间第一等至秦文学 淡淡的笔墓没有半点焦柔造作 却又动人心弦的力量 我与父亲不相见 一两年一两年余了 我最不能忘记的 是他的背影 那年冬天 祖母死了 父亲的差事也交线了 正是货不担心的日子 伤识完毕 父亲要到南京游戏 我也要回北京念心 我们便同行 我们过了江 进了车站 我买票 他忙着召喊行李 行李太多了 得向脚夫行些小费 才可过去 他便又忙着和他们讲价钱 我那时真是聪明过分 总觉得他说话不大漂亮 非自己插嘴不可 但他终于奖定了价钱 就送我上车 他给我捡定了靠车门的一张椅子 我将他给我做的紫毛大衣 铺好座位 他助我路上小心 夜里要警醒些 不要受凉 又嘱托茶坊好好照应我 我心里暗笑他的欲 他们只认得钱 托他们只是白托 而且我这样大年纪的人 难道还不能料理自己吗 我现在想想 那时真是太聪明了 我说到 爸爸你走吧 他往车外看了看说 我买几个橘子去 你就在此地 不要走动 我看那边月台的栅栏外 有几个卖东西的等着顾客 走到那边月台 须穿过铁道 须跳下去 又爬上去 父亲是一个胖子 走过去自然要费事些 我本来要去的 他不肯 只好让他去 我看见他 盘山地走到铁道面 慢慢探身下去 尚不打难 可是他穿过铁道 要爬上那边月台 就不容易了 他肥胖的身子 像左卫青 现出努力的样子 这是我看见他的背影 我的泪很快地流下来 我赶紧试干了肺 怕他看见 也怕别人看见 我背来后 他写了一封信给我 信中说道 我身体平安 为膀子疼痛厉害 举足提笔诸多不便 大约大去之期不愿意 我读到此处 在晶莹的泪光中 又看见那肥胖 青布棉袍 黑布马瓜的背影 传统コbreak 不许 可 不许 了 我